谨慎过分 很多德国人都有谨慎过分的毛病 学者们总说细心就是才干 可据我的经验 过分小心可能致人死命 下面我就要讲述一个过分谨慎导致不幸的案件 阿尔丰斯路易斯昂冈尼蒂摩芒斯 是个比利时人,37岁,单身汉,鱼商 其外表也像典型的长河大海打交道的人 粗广,健壮,蓝眼睛,头发浓密光滑 穿着简朴,双手灵巧 虽说不算十分聪明,但性格颇为晖些 这样的人在世界各地的码头上比比皆是 在这乱世之秋 他的经历不比其外表更复杂 德国人占领比利时以后 他决定前往英国的布里克萨姆自由商船队工作 他穿过被占领的法国到了维西 又继续南行到达比利牛斯山脉 像所有的海员一样,他善于自己照料自己 穿过山区到达西班牙 不幸的是他在西班牙被捕入狱 在巴塞罗那一间肮脏的牢房里关了几天 一直到比利时领事馆出面干涉 经过百般营救才会释放 他又从巴塞罗那到里斯本 驻里斯本领事把他的名字填写在 等待购买去英国船票的长长的难民名单上面 蒂莫芒斯年轻力壮 是个有用的人 所以优先得到船票 他1942年4月到达英国 被送到克拉鹏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 做例行审查 蒂莫芒斯是比利时人 看来历史清白 所以有一名比利时级安全军官处理 而这个军官恰好是我的学生 当时我正忙于处理一个 顽固的西班牙长枪党党徒的案件 这宗由干练的比利时军官处理的 蒂莫芒斯的平淡无奇的案子 与我无关 前面我已经提到过 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 非常重视难民的行李和随身携带的物品 物品检查一般在第一次审讯之后 并且常常是在清点其财物的基础上进行 即使在最清白无辜的人的物品中 也有可能有明信片 当地报纸和剪下的画报 他们本人或许对这些并不在意 但对一个训练有素的检查人员来说 这些都可能提供有趣的情报 而那些为进行间谍活动而来的人 则不得不带有收集并发出情报的物品 当然谨慎的间谍 不会在行李中携带发报机 但可能带体积小的 诸如微型照相机之类的东西 还有没有多少间谍能够记住 接收情报者的姓名地址 有时还是外国的姓名和地址 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 有个我们称之为解脱式的大厅 大厅里放着一张没铺桌布的桌子 四周板有椅子 每天上午检查人员围桌子坐下 桌上摆满顾客们的物品 他们仔细检查每件东西 有时还借助放大镜观察细节 箱子 皮包 旅行袋 笔记本 信件 钢笔 眼镜盒 烟盒 烟盒包 钥匙环 和难民带的其他物品 检查过的物品就放到一边 这个大厅酷似海关检查站 或者慈善机关的施舍棚 四月的一天上午 明媚的阳光洒在花园里 我正好坐在检查地摩芒斯的 比利时军官对面 聚精会神地研究思考 那个顽固的西班牙长枪党人的物品 比利时军官对我说 上校 劳驾 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眉头一皱 看了他一眼 我不喜欢别人打断我的工作 比利时军官正在查看地摩芒斯的一个粗糙的旧钱包 在钱包里发现一个装有灰色粉末的信封 我很不高兴 称怪地说 我怎么会知道 我又不是流动化验室 你把这粉末送化验室 让他们尽快给你化验报告 我继续检查西班牙长枪党分子的物品 两三分钟之后 我听到一个胆怯的滴滴滴的声音 上校 实在对不起 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我很恼火 甚至想应当开一次会 专门批评不会独立工作 总是打搅上司的不称职的年轻人 正在这时我看到他手里的东西 一小捆 一小捆橘棍 就是妇女们常用来修指甲的那种小棍儿 我的上帝 我叫出声来 怎么了 上校 没什么 你把棉花拿出来给我看看 棉花 这次倒是他吃惊了 我从他眼神里看得出来 他怀疑我神经失常 可是鉴于我是他的上司 他不得不再一次去翻嫌疑犯的钱包 当他真从钱包的另一层里 找到一小团棉花时 简直惊呆了 这样 又一宗德国间谍案被发现了 鉴于新发现的案件更为重要 我请他留给我解决 让他去处理其他难民的问题 我坐下来陷入沉思 派他来的德国人 在戏之末节上过分操心 白白送掉一个爱国者的性命 后来我们得知 这个间谍头子住在 里斯本有名的安特塞尔公寓 他谨慎过度 仿佛是故意把地摩芒斯 到达的消息通知我们似的 地摩芒斯带的 是密写必不可少的东西 把粉末溶于水和酒精之中 用橘棍站着写字 而脱脂棉则用来包住小棍一头 以免在纸上划下痕迹露出破绽 可悲的是 地摩芒斯完全可以在英国任何药店 买到这些东西 而不引起任何怀疑 由于过分细心 现在他不得不为携带这些东西 做出解释 根据经验 我知道这些物品证明嫌疑犯居心不良 并且能在法庭上证明他有罪 我回到办公室 请女秘书打一份 地摩芒斯全部物品的清单 嘱咐他特别小心 哪怕看来毫无意义的东西 也不要遗漏 这张清单在我办公桌上 放了好长时间 其中有以下三件 用以指控他的物品 装有粉末状物的信封 一个 橘棍 一捆 棉花团 一个 我必须把地摩芒斯召来 让他承认这些东西是属于他的 在我漫长的生涯中 曾经遇到过 实际上也只遇到过一次 有人声称证据系伪造 而否定证据本身 鉴于证据不能成立 法官不得不释放被告 既然有前车之鉴 我不想重蹈覆辙 我叫人把地摩芒斯带来 地摩芒斯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来 我请他坐下 他没有谦让 他盯着我的眼睛 自由自在地笑着 仿佛一点也没有感到自己在笑 我也笑着 递给他一支烟 他接过去 深深吸了一口 又回到座位上 很好 地摩芒芒斯 我用弗拉芒语说 你的案子很顺利 毫不复杂 我们研究了你的供词 认为合情合理 他又笑了 据说你同比利时自由行动有关系 并且一直工作得很好 是啊 确实不错 他高兴地说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自由比利时商船队 正需要像你这样诚实的人 我看了看文件 接着说 好吧 你的一切都清楚了 没有必要继续待在这 你本人也一定渴望恢复自由 尽快见到同事们 我告诉负责移民的官员 马上放你 如果一切顺利 今天晚上 你就能乘火车去布里克萨姆 太好了先生 非常感谢 他又惬意地笑了 但是还得履行一个小小的手续 这些是你的物品 我指着堆在桌子上的东西说 请查点一下是否都对 并且在清单上签字 然后就可以带上东西走了 蒂姆芒斯拿起清单看了一遍 一切都对 先生 大厅里鸦雀无声 只听到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这是蒂姆芒斯在签署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不 事情还没有完 我一面打开钱包 拿出粉末状的信封 橘棍和棉花团 一面紧紧盯着地摩芒斯 他讥讽的笑容消失了 脸变得煞白 眼皮神经质地抽出了一下 你在走之前或许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的钱包里会有这些东西 你已经承认这些东西是属于你的 他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 看着我手中的清单 好像是在测量距离 准备扑过来把他夺走 但他的肌肉又马上松弛下来 嘴唇上掠过一丝似有若无的微笑 当然可以解释先生 刚才你突然发问时我吃了一惊 现在我清楚地记起来了 我在巴塞罗那坐牢的时候 大概你听说过传讯我的事情 我当时同一个西班牙共产党人住在一起 有一天清早他被带走 我们刚刚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 他就把这三样东西交到我手上 说是要被搜出来 他就会被枪毙 让我替他保存 他请求原谅似的耸了耸肩膀 可是他再没有回来 我把这些东西放在钱包里 望得一干二净 请您相信我 先生 我竭力掩饰住 对他机智而迅速地解释 感到的敬佩 用眼睛死死盯住他 这是个像牛皮一样坚韧 难以制服的家伙 我像刚刚看完一场恶战一样笑起来 笑得双肩上下颤动 仿佛在尽力忍住不要纵声大笑 我高兴地把头向后一扬 我高兴地把头向后一扬 笑啊笑啊 一直笑到泪水模糊了双眼 我一生中从没有开过这么奇特的玩笑 地木芒斯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 咬紧牙关 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额上青筋跳动 嘴唇毫无血色 我笑得越来越厉害 他却不停地颤抖 最后地木芒斯失去了自制力 用双手捂住耳朵 大声哀求我 不要再这么神经质地笑了 我什么都说 什么都说 你千万别这么发疯似地笑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交代 已经是真相大白 两个小时以后 口售并签署了一项 内容完整的声明 现在这项声明还在我的办公桌上 1942年7月7日 地木芒斯在望兹沃斯的监狱里 被处以绞刑 他也是谨慎过分的牺牲品